第288集 五王 秦如龙看着照片上一道宽大的石门 脸色大变 竟然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五王 这是五王的领母 秦如龙勾楼的身躯一寸寸挺拔起来 满头白发瞬间从根部开始化为了乌黑 松弛的皮肤开始抚平变得红润起来 一股滔天的气势冲天而起 让通道之中的照明灯全部的炸裂 哼 一群秦家长老猛横出声 连连后退 赫然是被这一股庞大的气势所镇伤 只有秦无法面不改色 但却也是暗的心惊 假丹境界 看似与豹丹神人只差半步之遥 但这半步之遥却是宛如天渊 准备一下 即刻动身 你突破到豹丹神人的希望就在其中 秦如龙现代的容貌 看上去只有四十来岁 但身上那一股沧桑之意 却是挥之不去 老祖宗 这武王是何人 秦无法有些好奇 不知道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意义 两千三百年前 一人横空出世 在当时镇压了一个时代 传言最后破碎虚空离去了 却是没有想到 武王这等精彩绝艳之辈 居然也死了 秦如龙充满了向往 威亚一个时代 可想而知是何等的荣耀 特别是两千多年前的华国 那时天地灵气还没有枯萎 正是诸字百家争名之时 天骄无数 甚至有生来 就是先天之体的绝世天骄 但就算是这样 也都被武王镇压了 可想而知 武王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但现在 却看到了武王的陵墓 关于武王破碎虚空离去的传言 也不攻自破了 很简单的道理 以武王威亚一个时代 第一人的高傲 怎么会容忍自己为此时 修建好陵墓呢 一行秦家长老面面相去 威亚一个时代啊 这是何等的荣耀 但死后 却是连关于武王的支言片语 都没有留下来 不得不说 成王败寇 不用说 也知道这背后 有着一只 看不见的幕后黑手 抹去了这一切 而在当时能够做到这种事情的 不外乎那么几个人 一行秦家众人 走出了通道 十几辆直升机 停在了秦家祖地巨大的花园之中 这是早就准备好的 就算秦如龙没有出关 秦无法也不会放过这一次盛会 这个时候 才是体现出一个家族真正的实力 整个秦家 先天境界过百人 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老人 只有二十来位中年人 剩下的五位 是秦家最出众的年轻一辈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百多年前与现在的差别 一百多年前的天地灵气 更加的充裕 突破到先天 难度也没有现在这么大 而从二十来位中年人 则是最近几十年里 才突破到先天上人的 差了足足几倍 等到百年之前的老一辈 先天上人作画 整个秦家 也就只有聊聊不到二三世人的先天上人 而秦家在华国所有的世家门派之中 能够排入前十 却都是这个模样 可想而知 其余的势力是怎样的窘迫了 但现在 很多势力都是依靠着 百年前的老一辈先天上人支撑着 一旦这老一辈先天上人去世之后 没有新的先天上人出现 整个势力瞬间就会跌入谷底 别看现在武道界繁荣 实际上已经是 开始衰败到谷底了 再顶多有个三五十年 一大批先天上人的寿命 就会到达极限 或许不用三五十年 先天上人得寿两百载 那只是最理想的状态 很多先天 早年受过暗伤 一百五六十岁 大县就会来临 所以这一次 武王的陵墓出世 秦家不顾一切了 所有的先天上人倾巢而出 而且得到的资源 不会用在这些百年之前的 先天上人们身上 而是用来培育新一代的 由此来确保 秦家可以在如此的 天地灵气枯萎的时代 繁衍昌盛下去 而在百年之前的先天上人 却没有丝毫的怨念 一切都为了家族 哎 百年时间 沧海桑田呢 青如龙 坐在直升机上感叹着 看着下方城市中 一座座高楼大厦林立 一时间 心中颇为的欣慰 第二天一早 无数车辆开始向着青岭村赶去 但速度都不是很快 实在是被昨晚一头 超级妖术杀怕了 在报单神人没有到来之前 众人都不敢先过来 以至于舞者监察部的 两百位强大的舞者 到了聂家祖宅之后 也是一脸的懵逼 漫山遍野 连鬼影都看不到一个 人都跑到哪里去了 而在确认舞者监察部的 会长等人到达之后 无数势力这才放开了胆子 纷纷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朝着青岭村赶去了 生怕晚了 连汤都没得喝 很快 时间就到达中午 原本寄进了聂家祖地 已经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人 一口宽百米的大坑 深不见底 大坑四周有着四股势力 一股势力呢 就是最强的舞者监察部 足足四位抱丹神人 外加从全国各地分部 调过来的先天上人 足足两百多位 而另外三股势力呢 也拥有抱丹神人坐镇 西边的一群人 正是秦家众人 先天过百人 而南边则是蓝家 也是能够排入 全国前十的超级家族 与秦家相比 不相上下 而北边则是八级门 所谓 文有太级安天下 无有八级定乾坤 这一派传承古老 同境界之中战力惊人 全身上下都是他们最强的武器 伊藤 柳村 还有伊泽家族都到来了 本来是接到消息 三大家族的先天上人 都陨落在华国一位先天上人的手中 这一次由伊藤家族带队 两大家族与一大门派 共同调集了超过五十位的先天上人 由一位抱丹神人带队 准备来一次杀鸡进猴 但是没有想到 却听到风声 有重宝出事 以日本人的贪婪 当下就换了目标 来到了清岭村 准备得到宝物之后 再去报仇 不光是北风 这一行日国人的目标 包括龙虎山 以及在立都鬼城的四大家族 八嘎 一行人 在伊藤英树的带领之下 直接朝着最中心处走去 一路上肆意散发着强大的气势 前方众人让得慢了一些 直接就是被打成重伤 此地 我日国也应该有一份 伊藤英树 一口流利的华国语 趾高强地对着场中的四大势力说道 同时散发出了浑身的气势 宣告自己也是抱丹神人 在伊藤英树看来 华国人都是各自抱团 特别是现在这个紧要关头 这四家势力都不会自损实力来对付自己 以免拼得鱼丝网破 让其余势力减便宜 伊藤英树也不怕他们联合起来 现在为了保障 他们所有人都是各自的竞争对手 感谢观看来